哈哈 太开心了 老子明天不上班 八四点 我刚刚学的 一定要去听王源的鱼缸旅馆 现在是六点四周 刚起床 真的 立刻起床 然后今天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天 我刚刚真的网课一天 看见了就我们在靠近 的时候还需要 要拍照 青梵冈 前方刚能 丁粉 没看清再来 刮痒当滑铁 啊 的玫瑰花弹奏 钢琴思念不面的场地 好,现在已经洗完树,然后现在要做的就是更衣,然后运动,吃早饭,然后就上课了,对,好,我们就先从换衣服开始吧,OK,有了,有了,OK,现在已经是换了衣服,然后请大家就是不要太介意,介意,不要太介意就是因为现在在网课,所以然后网课不需要特别特别的好看, 所以我就随便穿了一点衣服,然后随便不需要那么头发,十年级的高中生活今天就给大家带到了,今天的vlog会是一个非常长的vlog,然后也会显得有点无聊,但是没关系,就是随意一点,OK,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随意的vlog,OK,但是是给大家带到带到了很多细节,给大家带了很多政客的细节,嗯,就是这样,拜拜,看下去,看下去,看下去,今日星辰我 你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雪山,因为现在天气是比较冷的,所以这里的雪山就有了,而且我们是刚下完雨,所以还不错,每天你问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早餐是什么呢,今天今天早餐是什么呢, 今天呢,我就煮个面子,它是蛋面子,它好一定的水,打开车会有烟机,加火,然后等它水煮了就可以了,在等待的过程中,等我再跳一下,跳完就好了,我们就算了, 现在已经看完糕了,然后呢,它也好多OK了,所以我打不错了一颗蛋,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是7点35分,然后刚才花了有大概20多分钟在运动,然后在运动期间也是有做早餐的, 所以这个时间利用的还不错,这是我平常的一个叫做的routine, 那然后现在就要吃这个,我们广东人比较喜欢吃大蒙面,我也不知道,对,这种车载面吧, 然后呢,我就拿一个沙茶酱,就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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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现在已经吃完早餐,那现在是7点55分,也就是说我距离,距离还有十几分钟,因为我是8点15分上, 所以呢,现在我就要登录我们,呃,应该是可以说是国外的所有人都会登录的,Zoom,嗯, 登录Zoom之前,我们还要去一个Canvas,这Canvas就是很多高中还有,还有大学生都在用, 就是一个平台,就是招作业啊,学啊的一个平台,今天我们是有体育课,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有学生会的课,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节课,就是我的语文课,所以yes, 好,然后你按进去Canvas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把你带到了你的字幕里面,对,这里就是P, 我们现在要等待,在等待期间,先弄一下电脑吧,至于为什么要弄电脑呢, 因为我们是,呃,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上体育课呢,是老师会给你一个链接,在YouTube上搜那些workout,就做马脚线啊,这类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瘦身的运动, OK,现在等到老师的,对,接受了,现在就是拿一个小iPad, 现在是我们的体育课的开始,也就是现在是8点15分,对,然后呢,它就是会等一些人进来, 因为就是体育课,所以它的班级的学生是比往常的多的,差不多40多的人吧,嗯,因为在美国最多就是40多,不会超过40多的,对,所以,然后我们待会还要等老师的名,就是每一个人点,对,点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workout, 这一台电脑,这一台,这一台电脑就是一部比较大的iPad,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发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workout,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在YouTube上看,前方高能哦! 那现在是9点08分,然后其实我们是9点45分下课的,就是整一堂课下课,但是因为我们体育课老师就是每天都非常好, 所以每天都是可以,非常早的就可以下课,然后我们每一堂课是一个小时45分钟,然后我们一天会上三节课,因为平常如果不是疫情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会上七堂课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疫情上网课,不想给太大的压力给学生,所以我们就是会,呃,就是分,分为一天就三节课,然后明天上另外一三节课,所以一个星期会看到了,老师两次,对, 然后我的体育课是星期三和星期五的,的那个,嗯,星期三,星期五会见面,所以,嗯,很棒! OK,现在回到的房间,现在是十点了,然后我现在是要上我的学生会的课,那刚才不是说9点45下课的吗? 对,刚才是,其实我们这个schedule,我们这个课程表有点搞笑,它是,呃,比如说我们第一节课是8点15分到9点45,然后9点45到11点15,就是它中间没有一个衔接的,那个小小的空隙,那然后我们,我们很多老师都会觉得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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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表有点问题,那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是9点45分到10点05分那个时候是我们,就是下课的时间, 然后10点05分才开始我们的课程,这样的,对,一般老师都会提前放我们走,这样的,然后到11点15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一个小时的lunch break,lunch break,就是吃午饭的时间,但是我们通常就是一个小时不够吃,所以就不吃了,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小时的,的吃饭时间,那就是拿,我刚才是拿一个小iPad,但是我平常上课我都会拿这个大的iPad, 我有大iPad,然后加上这个,这个电脑,这样的话就,那个用来上课,这个用来搜索资料,然后第五节课现在是这个,嗯,学生会的,然后我们按进去,就可以了,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一周的话,我们的课程表是这么列出来的,新一自习课,老师会提供很多作业给你做,你做完交上去就好了, 那星期二,星期四,是你要上一二三的课,一二三的课,星期三星五,你就要上四五六的课,那刚才就分开嘛,分开,那然后的话,我是有第七节课的,因为平常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七节课,但是我,因为我们那个数学老师,他有提供第七节课,那这样的话就修多一些分,也是没关系的,那第七节课就是我的数学,我的数学课是每周二和四的下午, 放学的时候的一个课,对,它是一个正常的课,也会教我们,这样之类的,嗯,所以就是现在在等, 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神奇的脸 哈喽,现在是十点五十一分,然后突然我的zoom就,就被老师给end了,就他整一个会议都取消了,然后我们,然后我们整个人都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就,我们收到一半,收到一半之后,就停了这个zoom,就可能结束了,老师也不想让我们那个什么,因为我们分组讨论,关于就是怎么去提高学生的东西嘛,结果就,结束了, 好了,那现在就是提前结束,我们就提前结束吧,现在是十点五十一分,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好开心,现在我们下楼吃了小蛋糕,这个蛋糕很好吃,这个蛋糕真的特别好吃,这个蛋糕真的特别好吃,这个商牌就不漏了,吃吧,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现在呢,现在是已经,呃,特别的有阳光了,然后现在是,几点半, 然后我已经查过了,今天最最最最高温度才是十八度,最低温是六度,现在是十六度,那所以今天我们早上的话,应该是十一二度这样,好了,现在是十二点零五分,我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了,加油吧,上学人,嗯, Friday, I believe, that, I told you guys to, I told you guys to, I didn't tell you guys to call it, I didn't tell you guys to call it, I didn't tell you guys to talk about those with you, so that you can just see, they're free, completel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Love to all of you, and I'll see you later, goodbye,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bye, 下课咯,下课咯我还有一节课我就搞定哪,那节课没什么所谓,那一节是数学,而且数学课我是最爱的 gimbal,现在才1点20分,你看,老师成功地又 早放学,看一下我的我的 这就是安的作文 有包写的好不好 我现在在看的是王源的直播 王源20岁招募的直播 大家一定要去看 如果没看的话 就是去YouTube上按回放 一定要看 然后疯狂安利 大家一定要去听王源的鱼缸驴管 因为我忘了他太多的新歌了 他的招募 招募的演唱会一定要听 特别特别特别好 他的招募就是 很棒 语无伦泽 OK sorry 一定要听鱼缸驴管 要听Stop the Clocks 这是他好几首首新的英文歌 这是他的英文歌 他的英文歌这首是 进步 有目共睹的非常大 然后还要听 原母曲 原母曲是六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播出了 但是现在听的话就更加好听一点 然后一定要去看我们的歌 我们的歌声音到综艺节目一定要看 特别好看 里面有王源哦 然后一定要去看这个 这个是他的招募的采访现场 然后还要看 一定要看这个生日的直播 一定要看生日的直播 刚才有说过他20岁了 他有个直播 他生日快乐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 还是没关系 我有看他们的直播 太棒了 我现在重新的重播一下 一定要看哦 一定要听哦 特别好听哦 加油 加油 2点45分 zen 哈喽 现在是2点57分 现在准备要去上课了 还在等待老师开课啊 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我上了这么多堂课 最有质量的就是这位老师 因为他投评投得非常好 就是细节也讲得非常好 这是我有史以来 数学老师最好的就是他 现在已经所有的课完成了 就是非常棒 四节课 其实时间挺长 但是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好 现在我们就做数学作业 做完之后洗个澡 洗完澡 吃个饭 吃完饭 做义工 哈喽 现在是6点25分 刚刚吹完头发 我感觉我吹完头发 立刻颜值变了 因为首先我今天 今天的头发是非常油的 你可以看到 然后第二 单眼皮终于消失了 我的双眼皮回来了 看到没有 双眼皮 现在是6点半 也就是说 准备要吃饭了 太开心了 老子明天不上班 八四地半 我刚刚学的 我们的饭 来了 哈喽 各位同学们 准备上课了 现在是6点50分 欢迎大家再次的来到 我们的英语特堂 不知道什么和原音 大家可能今天都有事儿啊 OK So welcome back to the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Yeah good job Max How about Thanksgiving in US and what do people do in Thanksgiving why people want to eat turkey in this day 比如说我们 我们再说 在这里什么 Middle 它又是中间的 什么Media 它又是中间的 所以我们直接看它的 MI Yeah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 I can't see you Hi Lucas I can't see you Thank you guys Bye guys Woo 搞定啦 特别棒哦 其实我告诉你 刚才我的电脑又死机了 其实我早就已经 发现肯定会有这一幕 所以呢我就 两手准备 准备了我的iPad 然后非常棒的时候 就已经截图完了 然后我就已经 非常棒的把它给搞定了 对 然后 那我想想还有什么要说的 嗯 其实没有了吧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影片 那其实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也结束了 现在是八点 刚好八点 对 那其实这就是我一天的行程 就是我是 美国高中生的行程 就是每天都是这样 在疫情情况下 嗯 那其实也是非常感谢这个疫情吧 让我有了这么多机会 去学习各种东西 对 所以 感谢各位大侠 嗯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 好 刚起床 但是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的影片你们就会看到 所以祝大家 感恩节快乐 拜拜 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